湖水在陽光照射下波光淋漓 但仔細一看水面竟然呈現紅褐色 就像大量的廣告顏料倒入水中 这个类似阴阳海的景象 出现在金门金湖水库 空气中还不时飘来一阵怪味 网友形容水库竟然成了大碗罗宋汤 民众经见这个景象 也担心饮用水也备受影响 就怕引来民众恐慌 工作人员赶紧出到悉尼车 进行抽搐作业 也正式关闭水库供水 经过检测后 初步判定水库应该是受到天气影响 造成优氧化 才会让污水呈现红褐色 要架管 然后利用水肥车将这些红枣给抽出 每年三四月气温明显回升 让枣类大量繁殖 所幸这种葡萄枣属于无毒性质 而且不是发生在取水口 民众不必太过担心 那目前我们金湖水库的水 暂时停抽 用泰湖来取大 那现在又震慑了高级的过滤设备 所以藻类的去除可以非常的完全 只是四年前同样的状况也发生过 原来是金湖水库设计不良 海水容易入侵导致水质恶化 106年才砸向2000万进行改善工程 到现在优氧化还是频频发生 让金门居民痛批 水库竟然成了无止境的乾坑 记者李俊龙王千玲 清门报道